大家好,我是Lucky 到达纽约的第一天是一个下雪的凌晨 我和小米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直奔时代广场卡卡卡 最终在一阵阵手脚发冷加上肚子咕咕叫的情况下 我们躲进了一家古巴餐厅 没有想到在纽约的第一餐是我们从未品尝过的一种合成怪 一份美里美气的古巴三明治 扎店的名字叫Morgan 位于西46街136号 第一次点餐在没有方向的情况下 店员的小姐姐把我们推荐了两个菜 一份古巴三明治12美金 一份火腿配芝士欧姆蛋10美金 当然早餐自然是少不了一杯咖啡的 一杯古巴咖啡3.5美金 加上税总共27.25美金 窗外的大雪纷飞 我们的身体开始在古巴音乐的氛围中回暖 在吃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古巴三明治在美国非常有名 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新鲜感 压过的面包口感松软 上面抹了一层黄油提供了一种香味 咬上一口 内部拉丝的瑞士芝士提供了另一种香味 打开内部一览变芝 不仅仅是芝士 酸黄瓜 美乃滋 黄芥末酱 火腿 以及猪肉末 它们的搭配混合出爽脆的口感 和一种偏咸口的风味 整个三明治就是在这种充满了咸香 且微微带一点甜的氛围下 为我们提供着非常不错的味蕾体验 再说说芝士火腿欧姆蛋 这个算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家庭餐 在上海市区的街头巷尾里 也很容易寻觅 和古巴三明治一样 它有长长拉丝的芝士 以及煎过的火腿 不一样的则是主食 由土豆和欧姆蛋组成 这次我们直接加上胡椒和酱料试试 自制酱料的口感 酸酸辣辣非常下饭 而不是下土豆 这里我们更推荐三明治 都说美国是一个大熔炉 华人的左中堂鸡 日本的加州寿司卷 脆皮的墨西哥taco 魔改的意大利菠萝披萨 本质上这些在纽约大放异彩的 合成怪们 发源地的人们看不上 嫌弃不正宗 而啥也不懂的外国人们 在这里吃的嘎嘎香 有的甚至已经吃出了童年回忆 如同我们推荐的古巴三明治一样 在靠近古巴的佛罗里达 古巴人也将自己的美食带到这里 经过改良 最终创造出了这道东岸特有的古巴菜 吃完后我给了点小费 告诉店员小姐姐说 这是我们来纽约的第一餐 她说太好了 记得帮我们用Facebook Twitter和Instagram宣传一下 我说好的 还把这个菜单送给我们 就是我们的餐区 对 那我们就收藏 对对对 毕竟是我们纽约的第一顿 马尔根的古巴氛围不错 环境上可比做国内的家庭店 或者苍蝇馆子一类的小餐厅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点的两道菜 都做得很粗糙的原因 难以想象 在游客云集的时代广场附近 藏着这样一家 主打量大实惠的小店 经过我的观察 店内的顾客大多为古巴人 偶尔会有些路过的人 进来买一杯古巴咖啡 和店员闲聊一会儿就走 我和小米的结论是 不必特意前往 如果正好在时代广场区域闲逛 可以去这家店 试试他们家的古巴三明治 和古巴咖啡 性价比不错 性价比不错 中文靓家的尔会 幸福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